娱乐中西娘亚云报道大陆女星宁静是90年代女代表 图翻设自宁静微博大陆女星宁静过去评 诸多部作品获奖无数 特别是在拍完电视剧桩 密实后成为90年代家喻户晓的代表女演员 近年参加综艺成风破浪的姐姐 凭着敬业态度和爽性格 让她再度迎接事业高峰 今年大陆金鸡奖奖典礼 她更与刘德华一同担任颁奖人 两人后合照一动作 不小心泄露她的爱意 今年金鸡奖邀来宁静又和刘德华 左一同颁发最佳男主角奖 图翻设自宁静微博日前举办的金鸡奖 最佳男主角奖由宁静和刘德华 共同担任颁奖人 两人时隔26年再度同框 让许多粉丝超激动 连宁静本人都在微博激动写下也轻回 合照由很努力表情管理 可携手还是忍不住 可以看见宁静 虽然面色镇定 但手却不小心比出了手指爱心 可爱模样让粉丝直呼静姐 难得那么小女人 宁静又和刘德华佐在26年前 就因拍摄电影新上瘫而相识 图翻设自追星文言断黄派 微博宁静 刘德华其实26年前 因为拍摄电影新上海瘫就像 26年后两人再度同框 让网友也超激动 直呼我的春回来了 而且两人依旧动灵状态 也让粉丝求 仍有机会再合作演出 感谢观看